嫂子 你干嘛呢 怀孕的小姑子来家里 我好像变傻了 妈 你看 这是刘东为了给我补身体 特意买的物件 这 小月 我生完孩子之后 脑子一直反应不过来 你别生气 我 别急别急 我看能不能救救 子琪 你也出去吧 嫂子 我这衣服好几万呢 你怎么给我洗成这样了 啊 这衣服得干洗啊 我忘了 我这生完孩子之后 确实是有点傻 妈 我看看 来小月 吃核桃 嫂子 该吃核桃的人是你吧 我这刚 刚放的垃圾袋 干净的 妈 又怎么了 嫂子她把核桃的人全扔进来的桶里了 妈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生完孩子之后 这个反应力确实是不太行 我 哎呀 在外边就听着你们说话了 咋了 问你那好媳妇 我 你妹怀孕不容易 你看她是怎么对你妹的 我 妈 那您心疼我妹怀孕不容易 那当初子琪怀孕的时候 她就容易吧 妈 我刚生完孩子需要补充营养 你帮我炖个牛肉吧 这个我没做过 不会啊 那清蒸鱼呢 我以前刚生完孩子就下地干活了 不像现在的人 生个孩子连饭都不会做了 怎么了 你生了个孩子是把脑子也辣了吗 这是我妈 不是你保姆 这生孩子也相当于一场手术 得吃清淡点 妈 这菜太辣了 我吃不下 这人老了 果然就不中用了 儿子 你还是把我送回老家吧 我伺候不了子琪了 妈 妈 子琪不是那意思 妈 她年纪大了 难免会有点力不从心啊 是啊 对自己的儿媳妇就力不从心 对自己的亲闺女就尽心尽力啊 妈 我这毒奶发烧了 您帮小宝泡点奶粉吧 发烧不耽误喂奶 用不着奶粉 我这 你这生孩子生傻了 连个水都不会倒了 我来我来我来 闺女 最近看了好多月儿书 到时候帮你带孩子啊 我可舍不得您辛苦啊 不像某些人 什么事都得着您 还是我闺女孝顺 你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我可是你亲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亲妈 那我也不能不管孩子和子琪吧 妈 虽说婆婆没有照顾儿媳妇的义务 但是这帮是情分 不帮是本分 那婆媳妇的情分 不就是从带孩子开始的吗 再说了 您帮的也不是子琪啊 是您儿子 这孩子是我和子琪的 平常我上班 子琪在家 那您在家是代替了我的位置 您要是有什么不满 那您尽管骂我 难道您忘了我奶奶当初 怎么对您的 还有你 你要是再对你嫂子不尊重啊 这个家你就别回了你 听见了吗 我去看看孩子 嫂子 一会儿 我去给你剥核桃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